現在就可以了 好 理事長宋佩 這裡我們影片是各位影片是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很感謝今天讓理事長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到家來參加我們城隍爺 遶境的這個活動 我們城隍爺 峽海城隍廟這樣子的一個 遶境的活動是我們台北市 應該是跟我們台北市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這個宗教活動之一 那麼我們城隍廟這幾年的城隍爺 的發展不只是我們大道寺地區 從這個19世紀以來 應該是1859年西春 到現在就是我們大道寺這些地方 從來喔 峰峰峰的我們講宗教的中心 信仰的中心 也是我們這個大道寺地區最具有特色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武器 那麼這麼多年來 在我們李建市以及許許多多 我們城隍廟的這些負責人的朋友們的努力之下 那麼現在我們城隍廟也變成了我們大道寺 甚至台北市來講 然後重要的宗教的中心 而且是公益的文化的 還有社群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推手 那麼最重要的是這幾年來 我們城隍廟已經變成了台北重要的觀光景點 不只是國家的三級古蹟 那麼同時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國光景 包括日本人很多 很多日本人很多香港人來這邊 我們講說很多人來求姻緣 來這邊求保佑 所以我想說我們城隍廟的這個遶境的活動 可以說代表了我們台北市民間的活力 也代表我們這個宗教信仰的自由化 以及我們宗教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力 特別是對公益 對社區的這樣子的那種關懷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參與這樣的活動 那麼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我們到台北市政府服務的話 能夠跟我們更多的這些宗教團體 尤其是我們城隍廟 跟我們劉理事長這邊配合 把我們台北市的宗教 對 把我們把台北市的這樣子的一個宗教的 這樣文化能夠盡量的再推動 讓變成不只是我們台北市的 掛在一起 其實我們亞洲甚至全世界 這樣一個重要的宗教活動 那麼當然 今天我們也在我們寶安宮這邊開始 那寶安宮的廖董事長也是我非常尊重一位前輩 那麼寶安宮也是我們大眾去另外一個重要的宗教信仰的中心 包括我們這個陳平武先生 常常帶他太太來這裡祈禱 所以這個我們對於寶安宮這麼多年 也是同樣自律於北大圖園的許多社區公益的活動 同時也幫助許許多多在這附近有弱勢的團體 讓我們個人也感到非常敬佩 那麼也希望未來能夠一起跟隨我們寶安宮廖董事長 一起也來促進我們北大圖地區以及我們所有台北市 許多公益的建設 以及我們更多宗教的活動 那麼最後 大家感謝大家 好多謝祈禮 那我們一方面 祝我們陳皇廟 我們這個陳皇廟的遶境順利成功 我們陳皇廟千秋萬歲 保佑眾民也祝我們保 也恭祝我們保安大帝 威名 傳世 能夠更多幫助更多更多的善然幸運 保佑我們國家國泰民安 謝謝 謝謝